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是那儿 啊 哎 这里就是树屋田庄 那我们进去 好啊 好, 現在我帶你們去看樹肉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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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吧…快點,很快 對,夠了 夠了,很好玩 先上去 不要上我,快點 很快,這麼慢 很快 很漂亮 很漂亮 這裡很漂亮 快點上來了 上來了,你也說是 Lisi呢?在這裡 快點,Lisi 這裡很漂亮 很漂亮 你們過來看看,這風景很漂亮 對,可以聞到很遠 你們看這樹多高 很高 這是椰子,很大塊 有可能是椰子樹 你們看,我們看得很遠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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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們 搞鬼了 嘗嘗 玩嗎? 對 真好笑 笑什麼? Mis Chan,他們的形狀壞了 不准笑人 這麼沒禮貌 回到來 好 不准這樣笑人 當然很禮貌 下次不要了 Mis Chan,為什麼那些人要這麼麻煩 自己摘營 這個田莊有營社的 可能他們來遠足野營 什麼遠足野營 你這樣也不知道 遠足不就是通山四圍走 野營不就是在荒山野地裡 自己搭營來住 對了 如果那些人沒有固定的地方定居 還要四圍走的話 這樣搭營幕來住 可能會適合他們 為什麼? 營幕容易搭 又容易拆 拆完之後又用得翻 好似在我們國家北方的內蒙 西北方的新疆 和西方的西藏 是有很多以畜牧為生的部落 它們主要是自養 駱駝 馬 毛牛 和羊 如果那些生畜 吃完一大地方的草的話 那些牧民要是去找些糧草回來 要是要帶些生畜 和一家大債一起上路 去找另外一些新草原 又要重新搭過他們的帳棚 和帳幕了 這樣才有臨時猜身的地方 其他以畜牧 或猶列為生的人 好像北美洲的印第安人 也都是住在帳幕上 而軍人在行軍打仗的時候 也都是住在帳幕上 如果我是他們 我就不會責任 當然是住在這裏 樹屋是讓我們來玩的 怎麼可以在這裏住的呢 這樣就不是 在熱大地方 有很多人都是住在樹屋上面 為什麼他們要住在樹上面 是這樣的 在那些熱大地方 氣候嚴熱 而且又經常下雨 植物生長得很茂盛 還有很多野獸出沒 住在樹屋上面 風大一點就涼一點 落在雨嶺 又不用給水沾 還不怕野獸走過來 是不是呀 樹屋都可以住人的 不過不是棵棵樹都可以搭屋的 是啊 所以那些人住在高格屋 沒有樹屋住 就要住高格屋的了 有沒有我們香港的屋這麼貴呀 要幾千尺呀 你搞錯了 不是價錢的價 是架空電纜的價 高格屋是利用一些樹幹 將這間屋來支撐起的 這樣起法 就有樹屋的後果了 Mis Chan 在香港 有些人在山邊和海邊 一樣用木造支撐來起屋 那算不算是高格屋呀 算 那些都是高格屋來的 香港人都是高格屋的嗎 Mis 將來帶我們來看一下 好不好 好呀 如果你對住屋真的有興趣的話 明天我帶你附近的地方 看看屋呀 那有沒有高格屋呀 附近就沒有 不過遲些就帶你帶我去看 好呀 好呀 衝突 哇啊 龍田的氣味真好香呀 是啊 早餐出來出來走走 真是好 如果我住在這裏就好了,在市區那裏住嗎? 人又多,車又多,空氣又逐到死, 屋子起到物質質,還鬼死那麼高, 居住的環境更好吵雜 這裏就不同了,空氣又清新,環境又寧靜,空間又大, 一點壓迫感都沒有,還隨時都看到大自然 是啊,我們一居住,同樣地是受到環境因素影響的 香港地小人多,人口又集中住在市區和新市鎮道 由於適合建屋的地方有限,在市區那裏,樓子就起得又脈又高 這裏人口較少,所以屋子就起得低一點和疏落一點 咦,Miss Chan,為甚麼那裏的屋頂是這麼斜的? 斜的屋頂設計是跟氣候有關的 在香港,夏季是很多雨的,斜的屋頂是可以方便雨水流走,不會積水嘛 在香港,大多數的屋都是平頂的,那怎樣去水啊? 平頂的屋,屋上沒有加些去水渠,那就沒問題了 嗯,啊,在歐洲一樣有很多屋,是斜的屋頂的 難道他們又有很多雨的嗎? 不是,他們的雨量沒有我們那麼多 歐洲是位於寒溫帶,夏季氣候和暖,但冬季就比較寒涼 而且時常會下雪,如果屋頂起得不夠斜的話 那些樹就會積在屋頂上,積下積下就會壓爛屋的了 我們先坐下吧 好啊,我坐在那邊,我坐到那邊 Miss Chan,照這樣看,氣候對人的住屋影響都幾大 當然了,還用說的 那不如你舉個例子吧 好啊,在歐洲南邊,地中海旁邊的地方 夏天乾燥而小雨,氣溫都幾高 而太陽又很慢烈,所以那些人很喜歡把屋的牆油白去的 油白了,有什麼那麼好啊? 白色的牆是會反多點光的嘛 那這間屋就沒那麼熱了 這樣,你知不知道香港的人 怎樣令到少點陽光走入屋的? 當然知道了 在香港,好多人是會用窗簾和布障 來阻止那些陽光走入屋裡 此外,有好多生起的商業大廈 是用一些會反光的玻璃來做外牆的 用了會反光的玻璃外牆,大部分的光會反射走了 室內的溫度就沒那麼高了 你們有沒有聽過愛斯基摩人? 有,他們住在很冷的地方 在這麼冷的地方,樹木是不能夠生長的 那你們猜一下,他們用什麼來建屋的? 用冰法,有沒有搞錯啊? 用冰來建屋,這樣就更冷 哦,是這樣的 愛斯基摩人多數是居住在北極圈附近的地方 在那裡,氣候非常寒冷 完全沒有樹木生長 在冬天的時候,地面被厚厚的冰來蓋緊 想找些石塊之類的東西來建屋都很難了 而最容易,最方便找到的東西 就是地面上面的積雪了 所以愛斯基摩人就把地上的冰法切出來 然後將冰逐塊砌成圓拱形的冰屋 在冰屋裡面,如果點了魚油燈之後 溫度就會比外面高很多的了 Mis Chan啊,點了魚油燈,溫度高了,不怕這間冰屋用的嗎? 不怕,雖然點了魚油燈 但是冰屋裡面的溫度始終高不過零度 所以不會用冰的 如果我來香港夏天,有冰屋住就好了 哦,我夠想嘛,想真點,有沒有可能才行 我們輸了來很久了,不如我們回來了 好啊,真的好啊 下雪,下雪,下雪 好啊,好啊 啊,我明白對吧 要談判 holders的 guarantee aggrav login 啦 疏惜你們的 一定會帶你們來的 這個就帶好了 好啊,達到了 看看,有點吃有些ガガ合 對,很多 甚麼事?不知道那些高價屋會碰氣的 我都不太清楚 不如我們租船,參華看真點 好啊 大叔,請問那些高價屋是怎麼建的 哦,你問那些高價屋啊 首先要用那些木樁打入那些沙泥 有那麼深就打那麼深 打到那些木樁穩陣為止 然後再將它們鋸齊 這樣就有個平台,可以在上面建屋 大叔啊,建些高價有甚麼用啊 哦,有了高價屋 就不怕那些風浪打過來,弄濕這間屋啊 為甚麼那些人要住在高價屋啊 哦,其實長大的人啊 大多數都是漁民來的嘛 為了方便出海打魚 有些漁民就索性住在船上 當隻船是屋子來的啊 出海捉魚在船上 萬岸又住在船上 其實都挺辛苦的啊 所以有些漁民就在岸邊找訂來建屋 由於這裏的岸邊沒有甚麼硬正的平地 那些人就要向那些爛泥灘道打木樁 搭高價來建屋啊 大叔真是麻煩你了 那又不用客氣 麻煩你大叔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剛才那位大叔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由於地勢和土質的緣故 所以那些人才要建高價屋啊 對了,你們有沒有聽過黃土高原啊 黃土高原 那些人所建的屋子都是受到地勢和土質影響的 黃土高原是華北一個高地 那裡氣候乾燥,很少樹木生長 但是時時會刮起大風 那些風是會帶上一些粉沙來堆積在那裡 形成了一個高原 由於黃土高原的土質較疏鬆,容易挖掘 所以那些人在那裡挖地洞來堆住的 也有些人會利用地勢 在山坡或者懸崖峭壁那裡挖山洞來住 我們叫這些洞穴做搖屋 住山洞?有什麼這麼好啊? 你以為我們是猿猴嗎? 哈哈哈哈 千萬不要小看搖屋啊 那些人好好拆身,可以避開風沙 而且在裡面還冬年下涼啊 其實山洞好,樹屋好 冰屋好,高樓大廈都好 他們都是我們妻生的地方 有了他們,我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 不受外面的風霜雨雪之苦 也不受洪水猛獸之害 房屋簡直是我們人類的安樂窩 咦,就到了啊 下船之後,記得回到你們的安樂窩啊 好了,MISS,你安樂啦 好了,MISS,你放心啦 好了,我們走吧 什麼操作也有衛生製作嗎 我可以有衛生製作嗎 那 Chinricht人